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后梦万时代 就是在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情况下 新崛起的豪门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就是零以四 加上蝴蝶权的文言 新祖宴团队 现在的服务器是珍宝格 这一连直接就拿到了甲祖冠军的称谓 非常的炫酷 又拥有了黑色的战火兄弟 现在的全号价格给他雇一下 稍等 给人上一上去 让子弹飞下去 给人再上一下 因为这种号的话 可能估价的话只估一次 我也稍微休息 因为毕竟已经直播到了一天的时间 这种号的话 估价的话是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精准的 非常精准的 有一些装备的成交价格 完全都是在我预料之中 就是在收藏范围之内的 比如说他的愤怒封印腰带 最后一个成交价格的话 就是四十五万啊 没有宝石啊 稍等一下 兄弟们 再给人再上一上 好了 开始 人修的话是一个五千啊 列出的话是一个一百七十块钱 辅助技能的话 六千四百块钱 啊 这个宠修六千四百块钱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 再加上一个啊 两千块钱 师门技能的话 一千四千 花生九层 紫色名字的话 再加一万块钱 成就的话 三千七百三十八 一分钱不加 综合点月接近千一月之前 超过千一月之前 经验多月之前啊 成就的话是六百零八 经验的话 大概能加上一个一万零八百啊 经验补助的话 差不多能再加上一个啊 六千块钱啊 然后的话 再看一下老板的这个啊 有没有金色id 在当前直接说一句话 没有金色id的特效 然后再看一下老板的限量祥瑞 第一只限量祥瑞 占我穷局的话 估价的话 可以加两万 其余的啊 祥瑞的话是没有的啊 行囊的话 四个格子再加一千 招牌肉格子十二个 再加一千啊 两千块啊 两千块钱 好了 括号的价格差不多这么多 孩子的话能再加两百 然后的话 先算老板的零食 耳饰的话 差不多啊 能卖上一个啊 耳饰上买速度总共报了五点 能卖上一个二十啊 五万啊 二十五万 戒指的话 现在藏宝额只有一个啊 只有一个 摆了一个二十五万啊 戒指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啊 二十七万啊 以上啊 这两个零食的话 六速度的话是非常啊 非常啊 值钱的 因为现在有两个门派是福战啊 福战必上的 有两个门派是福战必上的 这两个门派是女儿孙和普陀 这两个门派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零食公用的话 基本就是啊 六啊 速度 速度 速度零食基本上公用的 当然现在普陀也有部分在治疗的 右面这个零食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十四万啊 啊 十四万 这个零食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啊 十二万啊 三法房零食 速度三十极限 能达到十一段新微石其中新微石的价格啊 最主力啊 而且就是比如说两万五千块零食 加上十一万的新微石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折损 所以说给完给他所有的零食的价格 都是非常市场市场的价格 不是他的成本价格 他的零食的话 他可能零食就花了三万五四万块钱 但是加完新微石就会有一些折损啊 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 好了 再看一下老板的腰带的话 价格的话 四十五 四十五加宝石的话 其一是五十一 五十一加套装啊 啊 五十三 五十三的话 再加上老板的熔练啊 啊 熔练一花一般 五十三万五千块钱 鞋子的话 罗汉金中 一百零 二的防御 六十一的敏捷啊 鞋子的话 差不多能卖四十一万啊 好了 效力藏刀帽子 这个帽子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的话 基本上帽子的话 就只是保持钱 用三百零二加 加上一个两点防御啊 然后的话 用十六乘一个十二 十六乘一个十二 减击一百九十二 初时防御的话是一百一十二 这个帽子的防御炫酷啊 这帽子可以啊 帽子的防御炫酷 八万块钱啊 项链的话 精轻用三百零二 再加上一个十六啊 三百一十八 十五乘一个六 九十 初时零列二百二十八 熔炼以后 二百二十八的项链的话啊 差不多的价格的话 应该是在二十二万啊 左右 现在的零力 熔炼以后是二百二十八 零力呢 薛微有点低 衣服的话水清啊 普多和女儿孙 必带二百六十二 再加二十二 防御的话 二百八十四 双加三十五 再加上一个三十二啊 再减减减减个熔炼三点六十四 二百八十四六十四 这个衣服的话 大概的价格呢 应该是在啊 十七万啊 十七万左右啊 十七万左右 这衣服的防御呢 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水清呢 老板临时用的嘛 而且女儿孙 以前没有那个经脉之前呢 也是不需要加水清衣服的啊 不需要水清那个特技的 所以说水清这衣服 可能是老板临时购买的 更多的是 以前用的是封印啊 命中绿的衣服 或者是啊 这个他衣服应该还有一个 或者是这个高属性的衣服 武器的话 这个武器十五乘一个八 再减减六百三十一 武器的处置伤还五百一十一 这把武器的话 单纯的啊 神佑加封印命中绿啊 这个双加的话 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牺牲了一个特技 这把武器的话 大概的价格呢 应该是两万块钱的武器 加两万块钱的保持钱 四万块钱 因为没有特技 不算超人机 有人说 你要觉得 长宝哥你见过吗 我见过啊 封印命中绿 加特技加神佑的武器 是一把刀 是一把刘云 第一手成交价 价格那是八万块钱啊 好啊 有人说夺冠的文艳 跟浩文有关系吗 没有啊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这个是后团队啊 文 文也最早期的话 是在那个叫做 啊 蝴蝶泉之前 还在一个福气啊 那个福气叫啥名了 忘了啊 那个福气叫啥了啊 子宫山啊 对在子宫山待过 对在子宫山待过 也是玩的 后期才出现的一位老板 好 咱看一下备用的腰带 备用腰带的话 防御可以 这很高啊 腰带的话 大概是啊 感谢清清查 啊 烟板的子水晶啊 好 咱们算到备用装备了 是吧 首先先算那把磁行神用武器 这把武器的话 没法估价 因为磁行用的人少 然后神用的话 虽然值钱 但是并不会特别值钱啊 五千块钱 这个宝宝装备 法宝装备 一律不算 这老板咋的 这个是蝴蝶泉 曾经的那个神奇地府号啊 啊 这是蝴蝶泉 曾经神奇地府号啊 一千一百二十一 再除以个三加 六百八十六 等于一千零五十九 一千零五十九的话 再双加 这个号是蝴蝶泉 曾经立地府的一个号吗 我去啊 再加上一个三十一加三十一 乘一个零点七七啊 再加上一个一千零五十九点六六 再把武器的话 一千一百零七 这是蝴蝶泉 曾经立地府的一个号是吗 也就是说 曾经的立地府 现在玩了个女儿村啊 这把ID符合吗 ID是六六八五 这是蝴蝶泉 那把武器吗 有人知道吗 我感觉好像像啊 我感觉好像蝴蝶泉 曾经那个立地府啊 是啊 是 那这把武器的话 空耗的话 要在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加三十万块钱了啊 好 然后再看一下 这把神用武器 用这个五百九十二啊 五百九十二除以一个啊 三再加上六百一十一 点击十二乘以八九十六 初始伤害七百一十二啊 这把武器 法系用是肯定用不了的 风系的话 勉强能用啊 有双加有神用 这把武器的话 八千块钱差不多了吧 有无魔损加修了傀儡鬼 三千块钱的东西啊 五千块钱的宝石 八千块钱给七千 野兽之地的项链 二百六十啊 再加上个九点 再减七十六 处零是二百零三 零力低的一波啊 这项链的话 有套装四千到四千五啊 这个灵质的话 是十段新温石 下白的防御爆了 气血略爆 上白的速度爆了啊 这个灵质爆的比较多 三万五千块钱 加三万块新温石 六万五千块钱啊 这个灵质的话 实际新温石 四万两千块钱啊 到四万五千块钱 封印的话是三十一般般啊 这个愤怒腰带的话 腰带本身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啊 十一万块钱以上啊 像啊 武神坛的戒指跟战火穷鸡啊 加完了价格啊 这把武器送 这把武器送啊 四个青糖送 这个号的话 中之准的啊 因为这种号的估价的话 就是基本上跟藏宝哥挨个对照 加上一些历史记录的价格跟踪啊 这个号的价格估的应该是很准很准的 好了 再看一下老板的十二只宝宝啊 第一只宝宝呢 是波若天女啊 这个宝宝的话 大概能卖上一个六千五到七千块钱啊 这个造型最 同样的技能造型最值钱的一只宝宝 这只虚迷的话 大概能卖上一个两万块钱 敏虚迷的话不值钱啊 应该大家都知道啊 两万块钱 因为我也有一只敏 这只死亡法王宝宝的话 我刚才第一眼看的时候 甚至以为是野生 因为这只宝宝除了成长低以外 接近完美 一般来说 最好的死亡法王的宝宝 大概价格十三万 也就是通过死亡和法王受决打出什么的 一般来说成交价格最高的死亡法王 是八技能全红卖了八万 这只宝宝 不会那么特别值钱 是因为成长低 但是速度自止和宝宝 这只宝宝六万块钱啊 非常的稳健 这只宝宝十三技能 工资好房子高 这只宝宝的价格呢 应该是高于二十七万以上的 二十七万啊 宝宝装备是八十八啊 嗯 这个宝宝装备的话是 七七十九 兄弟们 这个老板啊 由于宝宝 张万寿呢 格子特别多 为了降低宝宝的速度呢 连宝宝装备都不带了 是因为这个吗 啊 为什么这只宝宝 没有宝宝装备呢 啊 我想 问一下 这只宝宝 为什么没有宝宝装备 这只宝宝套装的话 应该是带驱轨套啊 应该带驱轨套啊 嗯 这只宝宝的宝宝装备的话啊 啊 是一个 啊 七十九加奈的啊 七十九加奈的话 是七十九不是八十九 这个的话八十八 这个的话应该是小万元的啊 这个的话就变得不值钱 但是防御又比较高 这是七十九不是八十九 对吧 宝宝装备的话 两件一个是 啊 四千块钱 一个八千块钱 一万两千块钱 啊 差不多啊 一万两千块钱 这只宝宝的是九技能 九技能力批的话 那力批如果资质好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得卖上七万多块钱 他们这宝宝缺一个幸运 也就是说能卖上一个四万块钱啊 左右吧 资质还可以 啊 宝宝装备的话是一个 一万多啊 这个宝宝装备的话 也是一个 一万 这个宝宝装备一万 这个宝宝装备的话能卖三万 这只宝宝利弊的优点在于资质好 这只宝宝耐虚迷啊 小法加大法加幸运 再反正的套装啊 他带的是驱轨套 也就是两本半的服务 大法服务特别好的服务服 这只宝宝的话 一万 五千块钱左右吧 法宝宝装备都是不算价的 十一技能的高资质宝宝 这种高资质宝宝 你不用管他有没有迟钝 是不是壁垒连击 只要是达到这种资质的话 价格就没有低于六万块钱呢 这只宝宝给他算是个六万块钱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一个九十八十九啊 这是一个九十啊 这也是一个八十四 宝宝的话两万四 就最后一个衣服的话比较差 这只宝宝的话 工资房子都可以 这只宝宝的话能卖上三万多啊 工资一千六百啊 有个九十四的 哪个九十四 妈的这个咋是九十四呢 妈的 直接前面的两万 这个就变成三万啊 三万七八啊 三万七八了 这个竟然是九十四 而且我所有的宝宝装备的价格呢 也已经是很久没有更新的了 现在的话宝宝装备 卖个两万三万的啊 有都是 他这个衣服基础房运的话 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下一只宝宝的话 工资啊 高房子高 这只宝宝的话 四万块钱啊 三万五到四万 宝宝装备的话 这个是八十五啊 这个宝宝装备的话是九十三 这个宝宝装备是九十一啊 宝宝装备的话 也能卖上一个啊 三万二三啊 以上 这只耐虚米感知低级的 耐虚米感知的用处不是特别大 反正肯定是没有神技啊 没有持顿好 这只宝宝速度资质还可以啊 啊 九百五十四不是特别快 辅助处的话 顿器和感知算一本 这只宝宝也就是八技能 全红耐虚米两万块钱啊 成长的话还是比较低的 还是要再低一点 一万八 这只宝宝的话资质就相对于中庸一点 这种宝宝资质相对中庸一点 三万块钱啊 加上宝宝 第一个是八十五的 第二个是八十五的 第三个的话是八十三的 三家宝宝装装备 一万四一万五 这只上古灵符耐虚米啊 房子一般啊 房子挺高的 素质一般不高不低 幸运加反阵啊 加上高级神游套啊 可以换成高级驱轨套以及神技套 上古灵符特殊技能 这只宝宝的话呢 卖上三万两千块钱啊 这只宝宝的话 比刚才普通的单法耐虚米的价格贵了差不多一倍啊 一是资质好 二是有上古灵符 辅助服打带比较好 最后一只死亡法王的话 也是个奇异能全红 房子好 素质也好 这只宝宝工资还很快 联系和名思都有用 这只宝宝的价格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个七万块钱左右吧 这只宝宝成长的话 明年九月份 今年九月份吃完真经的话 用一点啊 1.218加0.025啊 吃1.243啊 好啊 这只宝宝的资质呢 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公司白瞎了 好了啊 全号的价格同意一下 这个号的话细节很好啊 宝宝的话也很有啊 很有创意啊 我也觉得这一连 好像 对不对 孤如城还有蝴蝶拳 还有这个 这几个服务器都在用新的套路 就是那种冲刺的套路 耐宫高连归宿的 一波虚迷 一波耐宫高粱 跟你打的真的还没有反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大势已去了 啊 有人说101的衣服在哪啊 衣服101在哪 101啊 啊 这个是101吗 好 现在要讨论一下这个衣服到底是91 还是101啊 好啊 讨论完了啊 告诉我就行了啊 好了 咱们再点击一下法宝啊 法宝的话点击一下神器 神器的话 有这个啊 蔓延天平是要值钱的啊 啊 没有蔓延天平 神器没有洗满啊 神器没有洗满 神器细节啊 还有进步的空间啊 啊 金钥加利金啊 能卖上4000啊 神器的话差不多的卖50006000的 不过这种神器的话 跟他的武器的话 其实是有种冲突的 不过好像伤害的话也是金 也不怎么冲突 伤害我记得好像金啊 伤害是水 伤害是水 下面宝宝衣服是加耐啊 不是伤害 对于一个加耐的宝宝啊 一个需要属于点加耐的宝宝 加力和加耐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一个宝宝反正也得加耐 也得加力 衣服加杂属性都是一样的 都能按照总装来换算 好了 来咱们看一下啊4万啊 啊 最后的一个价格是7万 咱们得从后往前算了 看这女人是能卖多少钱 7万加3万2000块钱 珍宝格的话 中和硬件的话是排进前三啊 排进前三啊 就所有的服务器加起来 你们认识的所有服务器加起来 珍宝格硬件是排行前三的服务器 感谢请教我大包子对 他是4万啊 再加上3万7 再加上6万啊 加1万5 加上个7万 再加上一个28万2 加上个8万啊 这个号估价估的话是十分准确的 非常的准啊 啊加上一个7000啊 加上一个11万啊 加上一个4万2啊 加6万5 加上个1万1 加上一个啊 30万08000 加上一个4万5 加上5万5 加上一个39万 39万 那么咱是加吧 加8万 加41万 加535,000 加12万 加14万 加27万 加5万 再加啊 加200 加3000 加2万 再加168啊 再加114 再加8400 再加170 再加5000啊 最终的估价是3627,970啊